我們來歡迎來自台北市的自學生 我們歡迎張忠寧 曾正豪 魏書雲 弘昕 張燕威同學 以及他們帶來精采的塑戰術決 Determined for this 就覺得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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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一片台灣很常見的海灘 有一天有一個小姐帶著她的手搖杯和塑膠帶來到海灘 她的鼻子好不舒服啊 這是什麼好像垂木的東西喔 吃吃看好了 啊 不能呼吸了 這是海龜 因為吃了很多個塑膠帶 鼻孔又被吸管卡住 所以過了不久就淹淹一洗了 嗯 這是什麼啊 看起來很好吃 我把它吃掉 啊 太好吃 還 很好吃 我把它吃掉一個 我把它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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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定要釣到魚 就是賺大錢了 欸 有魚上高了 呃 歡迎拿到市場賣 一定能賺大錢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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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平等喔 我要我要買 多少錢多少錢 一個一千塊 好 給我 回家 今天要煮大餐了 很好吃喔 嗯 很好吃喔 欸 裡面為什麼有一粒一粒的呢 嗯 應該是鮭魚卵 很好吃喔 呃 肚子好痛喔 這個小姐 因為很愛吃魚 但又不知道 她以為是魚卵的東西 其實是塑膠為例 所以過了不久 就生病死掉了 那你們覺得這些好笑嗎 雖然有點誇張 但現實生活上 每天都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 剛剛看完那個小小故事 我們發現了塑膠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有像是 如果剛剛那隻魚沒有被釣起來的話 它可能因為吃了那麼多塑膠垃圾 然後就沒有辦法吃其他東西 就沒有營養 所以它們可能就會死掉 那第二種影響的話 就像是剛剛故事裡面有提到的 如果魚吃了塑膠垃圾 然後我們就吃了那隻魚 不就等於也 我們也吃到了塑膠垃圾 那其實塑膠製品也對環境和人有影響 像是塑膠製品焚燒時 它會製造一種叫做甲烷的氣體 它會污染空氣 如果被人類的身體吸到 也對人類的身體非常不好 那像是你亂丟氣塑膠製品 丟在土裡的話 它又被太陽曬到 它會釋放毒氣 讓植物還有土壤都受到傷害 看完那麼多我們很傷心 所以決定去改變它 我們設計了一個海龜體驗 就是讓牠們吃蝦餅 就是還沒炸的蝦餅 還有糯米籽跟寒平蓋 體驗海龜的感受 這些都是被刺性塑膠製品 害到的動物唷 看這些可怕的事情 更讓我們決定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拯救這些被刺性塑膠製品 害死的動物也讓我們人類 重新擁有一片更乾淨的環境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學校宣導呢 我們想了很久 發現用最多塑膠製品的人是大人 考試大人因為方便迅速等等原因 所以沒辦法真正執行環保 那我們覺得小孩在學校學了知識 有的時候學到就會跟大人說 大人就會因此被小孩影響一起做環保 所以我們決定先到壓力比較小的幼稚園做宣導 那我們在幼稚園用了投影片啊桌遊 還有一封給大人的信和集點卡 來讓小朋友們了解一次性塑膠製品 那以下是我們的桌遊規則和投影片內容 我們的桌遊就是要讓小朋友釣到什麼吃什麼 體驗海龜的感受 然後投影片呢因為他們是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就決定先用一個小故事開場 然後再來教他們一些簡單的知識 最後再又有講真答來確保他們能了解一次性塑膠製品 那我們去完幼稚園我們決定去國小 那可是我們又覺得讓國小使用幼稚園的東西 沒有很適合 所以我們就把桌遊改成像大風那樣讓他們回答問題 而且也讓他們抽到什麼卡像吃什麼糯米籽啊 或是吃魚餅乾也一樣是體驗海龜的感受 那投影片的話我們就交了一些更難的知識和新聞 然後也把小故事去掉了 我們現在已經去了七個班級影響很多人了 可是我們還想要影響更多人 讓他們更重視環保 所以我們的活動還會持續進行 我們以後可能做的活動可能是去別的班級宣導 或是去淨灘等等 那我們已經成立了粉專 那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希望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一起為這個地球盡一份心力 現在我們要讓勇敢的各位來體驗海龜的感受 見五名 有誰要上來嗎 好 體驗時間又到了 五位 幸運兒 那個可以吃 把它吃掉 然後問問看你們的感受 吃吃看 快吃 這可以吃 這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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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片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感覺 不是問味道 感覺 軟軟的 軟軟的 你會覺得吃起來很痛苦嗎 還好是不是 好 那你三餐吃這個好不好 三餐吃 要嗎 那就是不好吃的意思 那我告訴你 海龜他們海洋動物都沒有選擇 他們就是得一直吃 三餐都吃 這是真的蝦餅不是塑膠片嗎 不是 都可以吃 還沒有炸過的蝦餅 好 所以來 嘗過這兩種 不怎麼好入口的食物 如果你是一隻海龜 想像自己是一隻海龜 如果你物食道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可能不是牙齒斷掉 就是 就是那個 呼吸管道的話 就是會被堵塞 然後就是那個 呼吸不要沖氣 那就掛了 我覺得我有可能就是 被活活餓了 活活餓 你覺得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就是減少丟這種垃圾 減少而已嗎 還是想丟一點對不對 不可能是全部都可以丟 不可能是都沒有丟 他這個 他其實講得還滿誠實的對不對 好像要做到完全杜絕 我覺得是有點難度 但這會是我們一個終極目標 對不對 我們盡量朝這個目標邁進 來 你覺得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讓我們避免 讓這些海洋生物再繼續受到我們人類這樣迫害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沒關係 好好想一想 今天感受了 然後要想像一下 不要再亂丟垃圾 不要再亂丟垃圾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點頭聲勢 好 很好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帶一些環保用品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你們也 我們也歡迎大家找我們入班宣導 你們可以直接透過這個板子的QR Code 只要掃 然後可以進入到我們粉絲專業的 素贊視覺的粉絲專業跟我們聯繫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一組台北市自學的同學們 他們很有拓荒者的精神 有沒有 不斷不斷的這個宣導 來 你們要拍照啊 還要拍照 來 魯夫 來 看這邊 看前面 好 謝謝 謝謝你們的熱情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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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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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wi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